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 需要先带你来看 全民健康基金会主办的 好健康小学堂 今年跨出了都会区 来到新北基隆市 透过有趣的互动式课程 提供我小学童健康势能 整合各方的资源与爱心的力量 达到全民健康的宗旨 大家你知不知道食物吃进去之后 会到哪里 会到哪里 然后还有呢 食堂 对 我们现在经过食堂 基隆市服刑国校小朋友 来到台北全民健康基金会上课 透过互动式课程设计 学习健康知识 这是全建会主办的 好健康小学堂活动 今年跨出都会区 前进新北市基隆市小学 提供优质课程 让我们未来的国民健康教育 小学堂教育 可以像我们合并注册一样 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各地 桃园基隆南部 东部贯穿中央沙漠 打通正都两梦 南部跳过泽水溪 打到蔡总统的家里 横分半岛 让我们这个小学堂 可以全国便利开挖 我们不能够把教育 只有留在台北市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 社会爱心的力量 让他传递到台湾各个偏乡角落 所以呢 第一套感谢丘副市长 让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让我们的这个合运的同仁 可以决赠这样的爱心 带着这个基隆的小朋友 可以实体到这个基金会来 那见证我们国人的这个 费力组织 带给社会健康的这个知识 基隆肥胖小费的比例是16.33 在111年比110年有稍微下降 但是在全国的比例还是高的 我们都知道别方跟脂肪是 干系有关系的 那我很感激用这个方式 从小扎根 小孩子健康好 我们将来才会有潜伏 才会有希望 我们2017年最早的伙伴 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这里 然后我们有从第一年开始 执行这一个好健康小学堂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一直都有机会参加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总共有超过2000以上 2000年以上的师生有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每个活动 回来我们都有看到回馈 我们的老师小朋友们 对于这样子 非常非常有好玩的一些游戏体验 然后教很多深入浅出的一些 我们的健康的观念 还有正确的饮食观念 其实这些对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老师 都有好大好大的帮助 今天要特别感谢基金会 其实在去年 首先让我们新北市的两所学校 那其中一所是我们的天腔学校 一所是我们所谓的飞山飞师的学校 让我们两所学校 用线上的课程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小学堂 我们这样一个课程 那因为这个课程的设计 非常的生动人趣 而且是有通过一些 线上抢达的方式 所以其实学生给我们的反应都是 我们觉得透过这个课外的课程 让他们收获很多 而且尤其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其实很珍惜 这样一个课堂外的教学的资源 所以这边要特别代表 市府感谢基金会 还有所有提供爱心的伙伴们 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学资源 全建会今年也和汽车租赁企业合作 免费接送跨区国校 来到全建会实际参访 与体验健康课程 充实健康势能与生活视野 课程里面通过鼓感 让孩子操作 然后还有最近最流行的一些资讯教育 让孩子可以通过眼睛啊 还有操作手操作 然后触摸手感 然后去体验一下 未来这个健康教育 就落实在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说各位感谢各位 心甘我们的宝贝 让各位小朋友都有好心甘 然后落实在自己生活中 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是他们可以把这些好的观点带给家人 然后可以一起拥有健康的国民 跟健康的家庭 我们呢在推动健康的议题方面呢 我们学校有分组哦 我们呢每个学校都有分组加入呢 这个健康处境的议题 那我们学校呢是做健康体位 所以呢我们从饮食啊 睡眠啊 运动啊 这各方面呢 来照顾小朋友 那我们今年呢 非常开心哦 有这个基金会的这样子的资源 能够溢注 那这些资源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市的小朋友 更健康 果然呢 更有活力 那代表学校单位呢 非常感谢这些资源 各位下心人士的支持 健康啊 其实啊 其实跟年龄性别 颜色啊 或者说地域啊 区域啊 城乡 都没有翻新 每一个啊 人 每一个啊 城乡啊 每一个啊 那个县市啊 城乡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员 一个工作 所以呢 在这里面当然 合佑就是算第一家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企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刚才旁区 徐教授讲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在扩展中 我们是原来的台北市 然后到 啊 进上半年新北市 然后在下半年会 啊 加入啊 这个 基隆市这样子 这个啊 这样子 能够把这个啊 范围啊 慢慢的破 啊 越来越大 好健康小学堂 自2017年开始推广 创新活泼的健康课程内容 荣获台湾永续行动奖 和亚太区永续行动奖 双料同奖殊荣 在学童建立健康观念的 关键阶段 传递正确的健康知识 达到全民健康目标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联手教育局 及董事基金会 规划烟害防治新法上入 台北市校园宣导 总动员破解新型烟品 对青少年的误导与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 分享聚烟三步骤 呼吁青少年拒绝烟品危害 问说纸烟电子烟加热烟都有一手烟二手烟 及三手烟的危害 然后是是非体是或否 然后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是 但是呢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一手烟二手烟 我知道那三手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下面就会有说明的部分 然后就是其实三手烟就是附着于衣服 或是环境内的烟害 对 艺人李罗女儿子烟担任聚烟义工 宣传聚烟新知台北学堂 及扫码答题抽奖活动 号召青少年一起来聚烟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会听到身边有些朋友说 好像电子烟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危害 或是水烟如何如何 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并不是 像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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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已经讲的很清楚 对无论哪一种烟都是不可以去去进行使用的部分 112年3月22日正式上路的烟害防治新法 对于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烟品政策是全新的规范 卫生局希望透过校园宣导破解新兴烟品 对青少年的误导及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预防同学们无处法律 第一个就是禁止了所谓的电子烟 那对于加热烟呢 当然讨论非常久 但是也管制了加热烟 没有经过健康小皮肤的加热烟 中央核可是不能够上市的 那对于加味烟 有的人可能会在加热烟里面加什么味道 这些都是禁止的 然后对于西烟的年龄 从过去的18岁提高到20岁 而且对于这个禁烟的环境 大概说进一步的扩大 那特别特别我看到的就是 关于这个烟盒的警示图文 这个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烟盒 就知道上面的图文警示 过去只有规定35% 那现在呢 虽然没有达到过去大家不断的希望85% 不过至少已经达到了50% 然后最后还是针对烟伤違规的部分 还是会进行重防 这是过去在烟案防治法 我们有新法的办部之后的一个 新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当然 代表市卫生局这一次 跟董事基金会很联手 在烟案防治新法公告之后 我们就想要更积极的去推动 所谓的校园宣导 那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 西烟成瘾的市民朋友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 在校园的阶段 可能就是受不了相关的诱惑跟诱导 所以在尝试的时候 所以让他们在未来路上 都会受到这个西烟的困扰 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个校园 再一次加强的宣导 而避免我们的严谨视频朋友 在早期就受到烟的诱惑 那后面还要产生很多的健康的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的新法 其实对新型烟品是全新的规范 那禁止了电子烟 然后目前所有的加热烟都没有通过审核 所以都还没有上 就是还没有办法是合法的贩卖 那对于这些的 然后法律呢 对于这一些的违规 都是比传统的子烟 是加倍的处分 不管是制造输入放卖广告 都是加倍的处分 那很多的老师他问的是 发现他自己的学生 他不一定有抽电子烟加热烟 但是他基于好玩 或者基于就是外校的学长姐 或者是同学的关系 他去转发了别人 卖电子烟或加热烟的 网路上的一个讯息 那对于这些在新法里头 电子烟跟没有经过审核的加热烟 都是罚20万 转发这些广告 事实上是罚20万到100万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子烟是10万到50万 都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罚款 那这些人我们都希望 我们所有的孩子 不要因为不了解法律而出发 民众可能会误以为 电子烟伤害比较小 医师表示 无论电子烟或是加热烟 并没有减少临床疾病的证据 且同样也会有二手烟 三手烟的危害 其实烟草公司或烟伤 它最重要 而且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的未来的台湾的小朋友们 让新兴烟 让尼古丁成瘾 让新兴烟品成瘾 那紧接着呢 那电子烟呢 在2018年 乃至于在2021年 陆陆续续 在欧盟以及澳洲的科学研究 都发现说 电子烟其实 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 所以一开始 它是宣称 甚至号称 可以协助戒掉传统质烟 但是实际上呢 迄今至少有164种的 有毒化学物质被减出 所以它的坏处 不亚于传统质烟 那电子烟对年轻人 还有五大危害 第一个呢 它会让尼古丁的成瘾 更快 更迅速 然后更严重 第二个呢 它会影响我们脑部的发育 因为我们脑部的发育 真正要完全的成熟 那至少要65岁 甚至有一说 要到30岁 我们的人脑的心智 才会发育成熟 但是电子烟呢 会影响我们脑部 让我们脑部发展迟患 第三个呢 当然是对肺部的伤害 电子烟会造成肺部 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四个呢 抽了电子烟之后 它是有一个 类似入门 或门开的作用 那未来呢 成为传统实验的吸烟者的机会 会高达3到8倍 所以它不仅没办法协助健验 甚至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变成吸烟者 那第五个呢 就是说 未来呢 它也是有一个门开交易 未来吸食大麻 甚至进阶的毒品 吸吸毒品的这个机会 都会上升 吸食大麻的机会 会高达3.5倍 烟害防治新法校园宣导 透过与师生面对面宣导 及有奖问答 并提供北市国小至高中职 9600个班级 班班布告栏 张贴海报 号召青少年一起响应 我聚焉 我骄傲 我聚焉 我骄傲 所有烟品 都骄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展出 百年风华大稻城特展 网罗大稻城12间不同种类店家的故事 带民众跨越时空 感受老店的魅力 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展出的 百年风华大稻城特展 网罗大稻城12间不同种类的店家故事 规划三大展区 从原生在地的老店家 到跟随大稻城发展 而前来扎根的后进商号 以及可以亲自动手体验的互动体验区 让参观民众在蒙甲也能感受到 大稻城的产业魅力 我们大稻城创意地区发展协会 其实在大稻城我们有去盘点 所谓的大稻城的百年店家 大概有三十几间 那其实去年在我们自己大稻城的空间 也有去做过相关的展示 那今年呢 就有特别跟这个香炉教育中心 这个清逢族人这边也聊到说 那我们这个百年店家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有没有机会来到香土教育中心 因为香土教育中心 比较for这个所谓的中小学 这个部分的一些教育 那我们其实就很希望说 做更多的推广 那蒙甲跟大稻城 本来就是两个老的城区 那本来就有很多相关类似的产业 或者是形态甚至文化 那所以我们想说 过来这边展应该也不会很奇怪 那这一次主要就是说 我们一样把这个大稻城百年店家 脉络带过来 那不一样的就是 会有一些互动的地方 然后比如像我们身后的这个拍照墙 就是我们仿这个南界印证 我们把它做成 有点像是稻城印证 就是说因为它不是只有迪化节 还有其他几个地方的店家 对那这次比较特别的展品 像是有这个比如林富正商行的这个 因为他们是未知数的代理商 那当时未知数只有发20个铁牌 给他的代理商 对然后这个是天智第一号 他是被第一个被发的牌子 那其他我们也有去讲说 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的明南市建筑的长相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大航这边也有一些 比如说打棉被的用具 还有这个针鱼刺的这个竹子的竹器 然后里亭香这边 大家可能都看过他的丙模 但是我们这次让大家可以带丙模回去 就是你可以拿个纸去拓印 把你喜欢的丙模的图样把它带回去 也有一些教育意义在 那03亿的部分也是就是真的有毛笔 用他的毛笔来挥毫一下 在现场可以写一下 那这一次也有一些 可能他们即将是百年 或者是有着百年的 朝着百年的脉络前进的 像是老贵方跟这个小花园 那小花园跟猛甲特别有关系 因为他是从万华这边再过去到澳城 那这个已经超过 已经到第四代的这个制邪工艺 他也把老的这些制邪工具 借我们来做展览 那老贵方是因为他的长辈 以前在大道成做电影的 就是引进上海的电影 然后在这个永乐座去做播放 然后他的外公又是有画这个活彩盒 然后所以他一直这个脉络下来 都是有一关在地文化跟文创的部分 那这一次展的就我们展的部分是 他把他收集的大道成这边的火柴盒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就会看到有些还在的典价 比如小村园 然后有的可能已经不见了 那就可以看到那上面的一些脉络 跟故事其实都蛮有意思的 西元1853年的鼎沙交拼 使得原本住在蒙甲的同安人 迁徙至大道成 日后更因淋淡水和航运交通方便 使得大道成地区发展热络 展览期望借由这些店家的故事及展品 串联蒙甲与大道成的历史脉络 大道成跟蒙甲其实是非常 从清代开始就是非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两个城市 那不管是这个峡海城隍祭 或是我们青山王祭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两边的在铺江较劲也好 小吃的大车拼也好 我想这都是非常有关联的 那特别是呢 峡海城隍他本身也在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剥皮条这个地方 也离开我们将近有170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想说 是不是透过这样一个展览 让在地的居民 能够更了解说 当年这个 我们大道成离开我们这个蒙甲 甚至于到大道成发光发热 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像 百年之前的大道成 然后这些店家又是 经历了百年 超过百年 他们都还在了店家 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说 一个店商号 它怎么去做 它的因应时代的转变 然后一直可以到现在 然后甚至有把一些 好的这个老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留下来 那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 去穿越时空去看到 当时的一些 比如老照片啊 或者一些用具啊 现在可能是用机器的 以前是人工的啊等等的 那就会看到这个过程 而不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很方便嘛 网路上面查一下 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 让大家生力其境 然后去真正感受到 百年店家的美丽 百年风华大道城特展即日起 在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 展至10月29日 邀请民众一同来参观 藉由店家故事与展品 跨越时空 感受老店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台北街角预见设计作品 今年以东区直直走为主题 探索中校东路上 蕴藏的设计能量 邀请民众一睹东区的有趣设计 台北街角预见设计 走遍台北各地 在城市空间中 透过各种创意视角 重新诉说城市的生活故事 今年舞台来到承载 台湾流行文化的中校东路商圈 以东区直直走为主题 探索中校东路上蕴藏的设计能量 并网络平面设计 拼贴图像 插画 剪纸设计 剧场等六组跨领域设计师们 洗手创作 既然标的我们知道 发现在东区之后 我们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设计师里面 有像是阿稷老师一样 就是他的工作室就在东区 每天都在这里的 那也有像是我们新翔老师一样 他人根本就住在台南 他不是台北人 所以意思是说 标的在东区 在中校东路 他其实并不是只有台北人的事情 他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文化象征 或者是一个流行指标 所有我们看到的媒体里面 明星去哪里玩 去哪里喝咖啡 我们开口闭口 一直看到东西 就是东区的所有的景象 这些景象 会流成很多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故事 所以其实这一次 我们在制作这整个作品的时候 有别于以往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是 街头巷尾的一些小改造 然后这些东西很有巧思 可是这一次我们就变成着重在故事性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位设计师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作品 会发现 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讲一种故事的方式 那除了把这个事情 着重在故事方面之外 我们也希望因为说 这样子的文化综合体 东区这样的文化综合体 因为跟我们的生活 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在设计师的邀请的领域上 也呈现这个复杂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有平面设计师 我们有剪纸艺术家 我们有剧场设计师 我们有手作艺术家 跟我自己是插画家 所以其实这种方方面面的 跟生活有关的各种设计 它其实会在经验上面 让大家去 有一点一起体验 这个东区的复杂度 因为它是一个很生活感的事情 好比说 除了大家眼前看到这一座作品 它是由很多古往今来的 各个时期的不同时空的东区影像 被用很惊天很当代的方式 被融合在一起做的一个 东区影像的诠释之外 那其实呢 我们也在国父纪念馆外面那边 我们设计了这个 东区的建筑窗格图件 我们有一个缩览图 那它其实这个图件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把东区的很多 在台湾最辉煌时期所建设的大楼 其实它们都非常有个性 甚至呢 我们也有像是邀请了剧场设计师 在我们的中校东路沿线的两座U-bike站 把这两座 把整个骑U-bike的这个经验 借U-bike的这个经验 变成一个很沉浸式的体验 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平常通勤啊 或者是社交的这种时候的一个心情打气站 为什么说东区是一个流行指标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乐子 很多奇奇怪怪的店啊 那这位艺术家跟我讲说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混东区的 所以很多奇怪的店 然后当初的噱头 他都记忆犹新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融合起来 变成一个假的商业广告 让他好像穿越时空 今天又注立在东区的街上 那当然了 我们也有插画家 把这个东区啊 把上面的中校东路 跟底下的这个地下街 还有包含最底层的捷运站 做成一个其实绕了这个柱子 有十米宽的一个很像清明上河 东区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作品 有两位跨界的艺术家 他们是街舞的舞者 跟我们的剪指设计师 因为其实东区是很多 台湾重要的街舞品牌的 工作室的发源地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能量本来就在东区街头了 所以最后被融合在一起 把它放成一个是大家 在穿越人行道的时候的一个 改变你今天心情的一个装置 文化局长蔡思平表示 台北市自2016年 获选世界设计之都后 持续将设计融入城市中 这些年来在城市巷弄 公园等不同地点 都可以看到风格主题多元的精巧设计 让生活充满乐趣 2016年开始 那当我们台北成为设计之都的 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就每一年都希望把设计 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 你说这个2016年之后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变化 其实蛮多变化的 我们在小巷弄 在很多的公园 都看到了设计的某一些精巧的设计 有的非常的文青 有的充满了嘲讽 有的充满了一种调侃 那我觉得都让这个城市 充满了乐趣 这证明设计是充满了能量的 设计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设计是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间增加一点小的情趣 所以我想作为文化局的一份子 我会非常希望 我们这个案子会继续推 好不好 我们会继续推 一直往前推 让台北的每个区域 都能够让设计进入到这个巷弄里头 2023台北街角预见设计作品展至 11月19日 透过设计师的创作视角 以各一齐去的街头装置作品 邀请民众一起感受 似曾相识 却又与众不同的新东区记忆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不少人在学生时期都有在学校调东西的经验 许多学校也常常因为遗失物品无人认领而感到困扰 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就特别呼吁教育局 也拎遗失物处理的要点 让开用的遗失物可以找到第二个主人 打扫时间结束 学生返回教室 台北市育成国小学务主任张百川 则走到学校一处角落整理 这个衣架上挂的都是学生掉落的衣物 有制服 运动服 还有便服 数量不少 比较常出现的地方是运动场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运动完之后很热 就会把制服脱起来 那甚至说上游泳课上完的时候 把衣服只有忘记放进袋子里面 那因为放在游泳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统一拿到学校这边来放 那基本上会有分成两区 一区就是所谓的制服 一区就是所谓的便服 那我们会依照制服上面的名牌 同时学生来认领 那至于没有名牌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会上网公告 我们有贴在学校的网站上面 然后也有跟班级的老师 贴LINE的群组 跟他们通知说有这些衣服 那请他们来认领 看看是不是有班上小朋友不见了 由于有些衣服状况还不错 在经过一段时间没人认领后 校方会采取两种方式处理 让衣服继续发挥作用 帮助有需要的人 一个学年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把它挑出来 然后整理完之后 变成备用的衣服 像有些学生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弄脏裤子 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因为受伤 然后让衣服脏掉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使用 备用的衣服 来让学生做使用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会把比较好的衣服挑出来 因为备用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会利用像运动会 或者是才艺表演 把它放到穿堂上 让有需要的家长 可以做自由的取用 等于是说把这些所谓的 没有用到的衣服做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回馈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失误招领处 除了衣物外 雨伞 水壶 文具等 也常常出现在失误招领处 甚至还有价值较高的手表 校方在认领程序上也更加谨慎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剪到比较多的是手表的部分 那手表的部分 我们就会在里面 收在里面 就不会放在所谓的失误导演处 那在领取的时候 也是一样会问小朋友 这个表的外观 颜色 甚至是说 如果你有所谓的绑定蓝牙 或者是帐号 你只要开启 因为现在小朋友也有手机 你开启之后 你可以证明说 或者是里面有照片 那可以证明这个手表是你的 你就可以领回去 那当然我们也会签一个领去 以免说它领错了 或者是有物理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可以把它追回来 经常参加学校活动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 也呼吁台北市教育局方面 应该订定一套SOP 协助学校处理无人认领的校园遗事物 因为没有一个相关办法的话 这样的遗事物 未来哪一天变成废弃物 其实也很可惜 那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则 让它可以转换给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它的主人 所以在经过我们质询以后 教育局也订立了相关办法 让全台北市的国中高职学校 公立学校有一个参考的基准 那至少让这些遗事户 可以成为遗事的美好 那也可以找到它下一个主人 也蛮符合现在不断要推的 ESG的精神 台北市交易局方面表示 已经发函请各校订定 遗事物处理规范 参考北捷的做法 以公益且有效益的方式处理 让这些遗事物有机会 继续发挥它的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进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近400个烧伤严损儿的家庭 走过艰辛的附建历程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邀请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家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十岁的西西在十个月大时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 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復健 直皮手术的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 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她的手术就是 晚上都会常常都做梦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梦 因为她是才十个月大的时候 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复健 然后也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 跟福建的那个服务 经验都很丰富 其实一个我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一位医生 赚了钱就 可以赚了钱就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椅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 进行雷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猛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因为越来越黑 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搭一点 你可以记住 他这个脸啊 其实做了有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太有趣了 从小就是很活泼 他在小一的时候 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 是不是在学校的时候 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他还是都说没有啊 不过我们后来想一想 是想说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 他怎么了 后来就是说 诶?你怎么敢这样 他打蕾式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你怎么面对的 你看他会讲 你看他会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可是痛的时候 不会痛 喜欢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 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自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 使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郑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 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然后细细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 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假设恶意 但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他们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闪现出来 相对之下 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 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跟他们互动过程中 非常开心 在阳光精英会 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 跟社工 所以在这方面 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安全网 我觉得这样 在他们坠落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荣有人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这一次我知道 就是 阳光来进入到校园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 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 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 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 这些烧烧严损的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 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 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 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 教学宣导 最主要是 帮助校园的 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 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 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 受伤严损的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阳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额 从前端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 支持烧伤严损额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全国屋林超过30年有500万户 台北市也超过70万户 显现居住安全不能等 为了要推动维老都更 有良好的沟通平台 每年举办高峰论坛 就多元面向 启发全国对居住正义 与安全的重视与关心 恭喜中华都市变积全国总会 十年有成 期间的相关与与专业人士 用心打造了都市的交流平台 第十届都更新展望论坛展开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动 公办都更愿景 为老重建 都更展望等主题来探讨 创造产观学界都更交流 我们这次的论坛 已经是半地十届 有关国家 未来民众对这为老都更 我们中华都更总会 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题 跟往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 往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天来 十四都跟三华 全市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 新条例的前面关系 现在的政策 可是越南越坚越南 连外岛 马祖 金文 澎湖地区 也都开始 进行老旧多根 的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 我们台湾 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呢 我们国内呢 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了 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老都更的教户 内政部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更 围老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 问题修法克服的坚持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 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更围老 推动得更广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 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 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大家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都更和围老 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大概一年围老案件 全国大概可以超过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而且来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 都更加围老 整个城市环境的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今天这个题目 都更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 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论坛阐述及讨论 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认识了解 多元都更展望 也协助政府未来制定 相关法规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推过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为了要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甚至失智失能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开设了失智多元的课程 永健班 结合心理諮商师 与运动中心的教练 帮助长者身心健康 延缓失能 跟着体势能教练的口令 长者拿着弹力球 将球高举换手 或是将球夹在腿间 轻轻施力 透过弹力球运动 在安全的情况下 帮助长者训练四肢肌耐力 我们课程安排 主要是利用刚刚看到的 那个抗力球 瑜伽球 去做运动 那这些运动会包含 例如说手举高 往前推 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为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轻微 有的很严重 那其实我们会是设计课程 原理是用MMSE的检测方法 它是在辨别那个长辈 是不是有那个失智症状的 一个检测 那通常会是心理师他们在 在评估长辈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失智前期状况 会用那个做评估 那他们上有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上去辨认 那刚刚在教学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禁止 所以他们要随时 及时的切换他们的方向 对他们来说大脑是一个刺激 然后我们希望 让他们的全身性都动得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会只有说只有往前 因为有时候长辈可能需要 手举高 然后下半身的肌力也要顾进去 那因为有些长辈 体力比较缺乏一些些 所以为了风险期间 我们还是以坐则为局多 拿起画笔 缓缓写下日期 再贴上照片 联合医院临床心理师 则是透过艺术治疗 带领长者悠游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点滴 并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 是主要是设计 对于一些失智的长辈 那我们设计主要会依据 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然后每一次都会使用一些 艺术方面的一些媒体 然后来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 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 不会去排斥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会从他们的幼年时期 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 到最后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部分 是要统整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那如果说他能够 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感到满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顾的过程中 他能寻求一些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生 或者是能够更圆满的 那所以在这些长辈里头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说 因为有失智的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生阅历 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也需要这个机会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 可以更圆满更顺利这样子 为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任职障碍 忧郁 甚至失智失能的情况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在地资源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 永健班 以运动 认知 书星为三大主轴 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 期望将课程内容 推广到社区及机构 以延缓长者因机构化 所造成的退化与失能 大同区在112年1月份开始 我们的老年人口数 已经到了21.28 就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那为了预防我们长者的 这个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说体能的衰弱 忧郁甚至于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们跟运动中心 还有跟我们社区的一些机构 来合作 那设计了有关于这个预防 体能衰弱的一些激励的运动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训练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这个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全观心理师 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 提供长者一些抒压的活动 以及课程 那课程中 长者也都得到很多的这个 体能在训练上面的增强 以及能够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够有一些抒压的作品 让他们回顾以往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健康的维续他的生命 非常感谢大同中心的那个整个的安排 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长辈的照顾 那对长辈的一些活动办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给我们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良多这样子 那对我们的员工正是有更好的 那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员工知道如何带长辈 让长辈能有更好的 对他们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长长跟学习 那未来我们也会更努力 在这方面对长辈2.0跟日照机构这边的帮忙 那跟配合政府 把这个日照机构的长辈照顾好 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是比较中重度的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员 我们就是比较有经验 我们都曾经有在安养机构照顾过长辈 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辈就是轻度的比较少 中重度的我们收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功能虽然比较不好 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很认真的在做 也很认真的跟着活动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配合运动 所以对他们的肢体活动 跟他们脑部的活动 对脑部的一些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这认知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有进步很多这样子 根据统计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区老年人口数达到 11万2584人 老年人口率为21.28% 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营造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扩展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维系长者健康 延缓疾病的发生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推动后 目前为止成效如何呢?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的市长施政总报告时 坦诚申请人数少不如预期 会继续努力 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推动后 到目前为止成效如何呢?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的市长施政总报告时 坦诚申请人数少 目前申请出去30台电动机车 不如预期 会继续努力 我们目前在南站将我们的展示中心已经上路 目前申请的计划 我现在手边所拿到的 针对于光阳电动机车的申请数 目前一共有29台 然后针对中华汽车的部分 目前有一台 感觉执行率目前来看 能够有待 人有待提升 我们现在针对这些相关的反馈 我们也要求厂商 要来继续的进行降价 厂商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回应 那然后我可以跟议会大家 来共同的来就较讨论 不过提供青年朋友 这个免费的电动机车 然后请他们缴月费 或者是用公益的方法 来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一点还是我们公益青年电动机车 目前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核心主轴 未来仍然会继续推动 而市议员则是要求市长 放过基层的民政人员 不要让他们因为要推动 电动机车申请案 而加重他们的负担 电动机车这个政策 从10月2号开始到现在 目前只有30个人来申请 但是就我所知道 所有的区公所都为了这个 政策的绩效疲于奔命 他们还要通报很多的 我们的基层的建设改善 他们要配合我们关心市民 还要配合办理很多的活动 这么多的事情之下 他们居然还要去做这个 业绩的这个压力去到处去推销 那我们的公务人员的健康 还有我们这些工作的被排挤的这些效能 其实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下去 他们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的财产 那为什么市长可以这样子 浪费他们的这个 浪费我们的公帕 你讲是服务啦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协助业者做销售啦 我们不需要讲 业者是在基隆市赚钱的喔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由我们理干事 来协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说实在 理干事在年底 他现在有多少工作 你知道吗 我讲哪怕 如果每天还要派一个理干事 在那边职勤 来协助业者销售的话 我觉得 这会给我们基层的人力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在这边 等一下是不是可以 请市长就答应我们 现在开始该销售 该做的就是业者他去做的事情 请不要再把我们的基层 人力拿去做 他们不应该做的工作 对于议员的质询建议 市长谢国良被寻时表示 当初以为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 会像洪水般的过来 所以才会布局很多区公所的人力 不过现在申请速度没有这么快 因此市长在议事厅 当场指示民政处长张渊祥 可以做一些调整 让民政系统人员放松一点 做正常的业务 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电动机车 因为跟那个滑家院 包括那时候是以为 会有这洪水般的很多人来申请 所以我们是布局了很多 这个区公所的人力 准备要来协助 因为我们不想说 在这个申请上面 给大家有言 不过看起来 现在申请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所以一方面 我们会检讨这个条件 那这个EMOVING有承诺我们要降价 那我们希望尽快把方案拿出来 继续落实 那这个我们会请民政系统 如果有工作的这个负担过重 因为现在申请的建筑到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负荷量这么大 那大家就可以放松一点 正常的去做一些一般业务 以及接受这个电动机车 青年电动机车的一个申请等等 那这一点感谢您给我们的民政系统的提醒 也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 发现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 有一处浅长的天坑危机 怎么回事呢 一块来看看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拿着木棍往下插 发现原来是龙门大排水沟的沟底 破了一个长大约4公尺 宽2公尺 深大约1.8公尺的一个大洞 也造成沟壁和沟顶连带破裂 造成地面上的凹陷 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 近两年来某个地方的地面 总是凹陷下去 又补补了之后又凹陷下去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发现这种 潜藏天坑危机的情况不寻常 因此会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科长等人一起到 公园地底下的龙门大排水沟 寻找原因 果然发现原来是大排破裂了的货 发现问题后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也答应市议员连恩典 将在今年年底前修复龙门大排的破裂点 避免发生地面下陷等更大的问题 而龙门大排水沟就是从地内山上龙门谷 沿着台北大镇社区一路往下到15号公园 位在地底下的大排水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又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是蔡小军 说明来 我是蔡小军 的 ились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硬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